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咸丰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七位皇帝 在他登基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之后又由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 他在重大事件面前无所决策 沉迷于酒色之中荒废朝政误国殃民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荒政使得皇后当家贵妃甘政 又因为他临终前的错误决策导致心有政变的发生 最终将权力欲望极强的慈禧推上了政治的前台 改写了亲王朝的历史 因此贤丰帝被后人称为是无远见无胆识 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贤丰帝从最初的热血经年 堕落为声色犬马的无用之人呢 京东陵文物馆内处研究室主任李寅 为您讲述京代十二位帝王的后宫生活 揭开那些鲜为人知的后宫遗案 系列节目 清十二帝后宫遗案第九集 咸丰帝后妃甘政之谜 大家好 今天我讲的是咸丰皇帝的后宫 咸丰皇帝啊 名字叫做爱新觉罗易柱 他二十岁继承皇位 再为十一年三十一岁去世 那么咸丰皇帝所处的时代呀 正是社会非常动荡的年代 当时啊 对内太平天国起义 烽火连绵 农民军势如破竹 非常激烈 那么对外呢 英法联军长期植入 柔令惊失 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那各种政治势力粉末登场 前文皇帝 一个二十岁这样一个年龄 继承地位 毫无政治经验和阅历 他能应付得了这样的局面吗 我们先认识一下他 直路中这样记载 说他上生有圣德 神志内冲 发音坑红 举步跃动 说他长得很有内涵 声音洪亮 走路稳如泰山 在夸他呢 没说他长得面容怎么样 只说他声音和走路 稳如泰山 再夸他 其实啊 贤风皇帝 他的体质 没有说得那么好 第一 他是个瘸子 当然了 他并不是天生的 就是个瘸子 那么他的腿 有两种说法 说道是这样一种状况 一种说法 是在南院呢 打猎的时候 坠马伤舞 把腿摔折了 那是做皇子时期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即位之后 在先锋二年 去西陵啊 祭奠他父皇 道光皇帝的时候啊 坠马伤舞 那么为此啊 还惩治了 负责他安全的 副都统 托云宝 这是有历史记载的 但是总之啊 他是一个瘸子 那么第二呢 先锋皇就是体质 用一句话来概括 我们看 说他体多鸡 面带皇 就是一个面皇鸡兽子 这样一个天子 那么他和清朝 初年的那些开国 那些帝王们相比较吧 比如说 路上哈赤 王太极 康熙 乾隆 和这些帝王们相比 他就是一条病龙 体质瘦弱 面皇鸡兽 那么先锋皇帝 他究竟有着 怎样的性格特征呢 在一些文艺作品里面呢 说他生性风流 尤其在这个 前些年的火烧游园员呢 去年听证呢 都在表现出很风流 那么就此啊 查阅了一些史料 果然发现 先锋皇帝啊 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 我们看 文中适隐 每罪必胜怒 每怒必有一二内事 或宫里遭殃 其甚 这虽说宠爱者 必遭陆辱 那还有一条啊 就是 方寄情声色 已自愈 我们从这些史料 我们看到 先锋皇帝是一个 嗜酒 好色 堕落不堪的人 大家可能感到很奇怪了 说作为一代帝王 怎么会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呢 什么样一个环境 影响到这个皇帝 有这样的性格呢 首先呢 是家庭环境 这个先锋皇帝啊 他出生在一个富有挑战 又非常复杂的宫廷环境之中 他的亲生母亲 是孝泉皇后 柳葫芦氏 这个孝泉皇后吧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前我们讲过 就是非常聪明 他生长在南国 长在苏州 江南那种文人的气息 感染了他 使他又聪明又伶俐 富有智慧 所以在道光丽后宫之中 他十分得宠 生育了三个孩子 两位公主 一位阿哥 这个阿哥就是先锋帝了 所以在后宫之中啊 人家这个 牛河路氏 仅用十二年的时间 就把他的缝号达到极端 被封为皇后 那么这些 对于小皇子时期的先锋来讲啊 那是引以为自豪的 要拍胸脯的 你看 我的父亲是当今皇上 我的母亲呢 是当今中宫皇后 谁能比得了啊 雄夫巴得高高的 太自豪了 可以说生活在天堂之中 但是啊 天有不色风云 到道光二十年 正月十一日 贤丰帝和其他人一样啊 小贤丰帝和其他人一样啊 正在过春节呢 啊 节日的气氛 孩子很喜欢呢 啊 放鞭炮啊 看花灯 这种喜悦的心情 正高兴着呢 他的母后 突然 报亡于宫中 这是当时 最大的一桩丑闻 啊 传出来啊 都在传呢 说怎么死的呀 被太后处死的 还有说 被皇上处死的 犯了什么罪呀 哎呦 那害人来着 这种人不出传能行吗 是一祸害呀 这种种消息传来 传到小先锋的耳朵里面 当时他年仅十岁 既懂事又懵懂 这些信息传进来 他能接受得了吗 由原来的天堂 请监坠入地狱一般 他心里面呢 这种承受能力 很有限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感受了人间的冷暖 怎么办呢 能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讲 皇宫里面那么多皇子 那么多后妃 所以啊 他经常的会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一种自卑 这样的一种心态呀 油然而生 好了呀 这道光皇帝没有抛弃他 哎呦 这孩子还真挺受罪的 那么十岁就失去了母亲 变成单亲的孩子了 怎么办呢 道光皇帝呀 想来想去 给他找一个母亲来带他吧 那么他千挑万选 选中了 静贵妃 伯尔基基特使 你来带他吧 这孩子挺可怜的 要静妃来带他呀 可是人静贵妃也有孩子 人有一个非常优秀的 道光帝的黄六子一心 这孩子长相就聪明 头脑也好 身体也棒 人家是皇位的角逐者 道光皇帝非常喜爱 这个静妃的儿子一心 那没准将来人就继承地位了 让她的母亲来带这个逸柱 那么静妃会怎么想呢 所以这个时候啊 那么不仅静妃要想得多一些 那包括逸柱 心里面也会想得多一些 那么俩俩之间 心里面是有歌合和借铁 所以啊 逸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慢慢的长大 她是在人们一种异样的目光之中 慢慢的长大 这种纠结 这种不安 都会伴随着她的成长 而逐步加深 那么她的心里面 她童年的心里是灰色的 所以啊 她的生长环境 她的家庭环境 由于遭到过一次大的变故 所以心里面有了一些变化 那么她的性格 和这样的一种环境 不无关系 我们再看她的社会环境 前方皇帝 即位的时候啊 当时正是社会 急速变革的时代 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她的父皇 道光皇帝 留给她的 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这样一个局势 当时太平天国已经起义 英法联军不断恫吓清廷 这个环境是内忧外患 已经开始 清朝啊 真正进入了道贤衰市 但是这个前锋啊 她继位之后 年仅二十岁啊 是一个热血青年 我要振兴我大清 像我们的祖先那样 要振兴大清 雄心勃勃 于是啊 他下诏求言 这个下了诏书 让全国的这些个人呢 都给朝廷提一件 看看怎么样才能够行胜我们的国家 想法很好 下诏求言 下诏求贤 求贤若可 这个时候地方的那些个 那些个文人雅士啊 一些个 这个这个贤良才子们 纷纷上书朝廷 有好多的这个意见 其中就有一个泰普斯少卿 徐济舍 讲得太好了 前方皇帝太欣赏了 我们看他怎么说的 一方三剑 一土木之剑 一燕安之剑 一拥毙之剑 得止 置诸作诱 实实行了 这个徐济舍告诉他呀 不要大清土木 这是一个避讳的事情 不要贪图想恶 要吸纳闲言 所以你看徐济舍讲得非常好 这个年轻的先锋皇帝呀 非常欣赏 把他放在床边 作为座右铭 以之为激励 为鼓励 年轻的先锋皇帝 充满了志向 但是啊 理想是美好 现实太残酷 他面对这样一种局势 国家的局势日益 弥烂不堪 在江南 太平天国呀 洪秀全 已经在南京电都 农民军 风火连绵 大半个 南国呀 已经付诸东流 你管不着了 那么英法联军呢 长驱止入 进入京师 不断的恫喝他 那么年轻的先锋皇帝 他能应付得了吗 没有了主意 没有了主见 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先锋皇帝呀 就开始堕落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也始终有大量 先锋帝贪恋女色的记载 荒废国事的先锋 到底有哪些荒唐的举动呢 请继续收看 清十二厘后宫一案之 先锋帝后非干政之谜 咸锋帝对国家大事 无所决策 贪恋女色 却能独出心才 有史料记载 咸锋帝在圆明园中 有所谓四春娘娘 分别是牡丹春 海棠春 杏花春 和武林春 还有也史说 有一位山西的寡妇曹氏 由于秀美妖艳的长相 和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 深得咸锋帝的倦爱 并将它照入宫中 虽然是野史的记载 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荒废国事 沉迷于声色的咸锋帝 究竟有哪些荒唐的举动呢 他有一个极其上进的热血清廉 他变成了一个堕落不堪的 好色帝王 那么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第一 大选秀女 我们说这个清朝皇帝选秀女 这本来是一项制度 无可厚非 三年一次嘛 由户部主持 把所选出的秀女呀 给皇帝充斥后宫 作为妃嫔 给那些王爷宗使们 作为王妃 扶敬 你这个续养后代呀 这是一种制度 无可厚非 但是 在兵荒马乱的战乱年代 在这样一个局势不堪的年代 先锋皇帝啊 丝毫没有 懈怠 大选秀女 正事不做 这件事啊 提上了一时日成 元年继位 到先锋三年 整三年了 赶紧给我操作这个事吧 瞎指护步 大选秀女 这就有点过分了 是吧 你正事不做 干这件事 这里面呢 还有一故事 有一个小姑娘 满洲人 长得很漂亮 就识文断字 很聪明的小姑娘 但是啊 她脾气不好 那么 这个由于被选中了 她就哭着 拜别父母 进入到皇宫之中 选秀女吗 要见皇帝了 看看皇帝能不能选中啊 进来了 当时正是正月 天气还很寒冷啊 早上就来了 那么到中午 这帮秀女啊 也没有能够看到 先锋皇帝 大家在焦急的等待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秀女们年龄比较小啊 十二三岁 早晨都来了 到中午了 鸡肠鹿鹿 鸡寒交迫 先锋皇帝就是没来 这小姑娘就不干了 她脾气大嘛 就总想出列 就管事的就说了 你老实点 不然一会儿皇上来的话 会用鞭子抽你的 这个不说还怕 一说呀 这小姑娘逆反心点上来了 啪就出列了 大声的就说了一通话 说我听说呀 古代贤良的君主 在一个危难之际啊 都是选拔良将 前去评判 我们今天就面临这样一种局势啊 说皇上不去选择良将 去镇压这些个叛乱 反而在这里面 今天选秀女 明天选秀女 难道这是一个贤良的皇帝 英明的君主应该干的事吗 事情很大 很嘹亮 什么都不怕 当然呢 这通话呀 把这管事的人问的是目瞪口呆 无法应对呀 据说这话被先锋皇帝呀 给听到了 但是先锋皇帝呀 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并没有处置这小姑娘 这事啊就过去了 我们通过这座资料的记载 看出这个先锋皇帝呀 不顾局势的糜烂 大选秀女 当时在朝中内外 还是颇有微词 很有争议的 那么这些被选中的秀女 她们进入到 咸丰皇帝的后宫之中 能够过上安逸的好日子吗 那就要看她们的命运了 所以 清宫词中这样记载 阳车望断 又黄昏 揽却新装 眼怨门 风斗月声 歌宴席 不知谁是以成恩 谁能够见到先锋皇帝呢 那要看天意了 第二 先锋皇帝呀 喜欢听荒诞之戏 先锋帝是一戏迷 过去 清朝皇帝 喜欢听戏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 包括一些后妃 喜欢听戏 倒也无可后妃 但是啊 前锋皇帝听戏 达到痴迷的程度 首先呢 他把这个戏班子随身携带 你说 在先锋十年的时候 这个魏英法联军都赶跑了 过上了流亡生涯 都流亡政府了 他把这个生平署的 这个西班子呀 随身携带 带到了成德 天天听 夜夜听 歌舞生平 他不知道局势 已经迷恼到什么程度了 那么直到他 死前两天 他七月十七日去世 到七月十五日 还在如意州传戏 还在看戏 这多大的瘾 那么另外呢 咸丰皇帝呀 他堪称一个戏剧专家 真的是一个专家 只要是他喜欢的戏 无论是表演的一招一式 这个一板一眼 还是那些戏词 他都能够啊 非常熟练 这个演员演的好不好 到位不到位 都能给你指出来 是一个专家 那么第三 恶补元气 这个先锋皇帝呀 由于他进行于声色之中 他体质啊 一天不如一天 那么还是做皇子的时候 他的身体就不好 和这个一心相比呀 那差得老远了 身体真的是很不好 资料中这样记得 文宗体弱 奇术异贤 为皇子时 重裂南院 持足群兽之际 罪马伤骨 做皇子的时候 在南院打猎的时候 把腿摔折了 本来就一个面黄鸡兽之人 把腿又摔折了 身体可不是不好吗 所以在和一心 搅读皇位的时候 那肯定败给人家 是吧 无论你在才智 还是在身体上 都不如人家 不过后来呀 在他老师杜寿田的指点之下 使用了一个 藏着世人的办法 就是打猎的时候 什么也不动 他不打猎 大王皇帝问了 说你怎么没有收获呀 先锋皇帝就说 现在吞天万物复苏 我不忍伤他们 就使用这样一个 藏着世人的办法 才使到王皇帝下了决心 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办法 不是杜寿田的指点 他绝对无法胜过一心 身体就不行 那么当他继承皇位之后 他不好好保养身体 却受朝臣的蛊惑 比如苏顺呢 就蛊惑他 寄情于生涩之中 就是身体呀 每况愈下 那么资料中记载这个素顺呢 一德出入自便 岛上愚情生涩 这个素顺 就是通过这种办法 让这个先锋皇帝呀 更加相信他 更加信任他 把权力交给他 这个素顺呢 就达到了目的 那么他的身体呢 是一天不如一天 你说你身体不好 还不好好保养 那么怎么办呢 有病就乱服药了 吃一些恶呀 那些药对身体 没有好处的药 他反而是吃了很多 一个就是吸食鸦片 这个鸦片呢 在宫里面 美其名曰 易寿如意高 易寿就有意于健康啊 易寿如意高 实际上就是紫霞膏 就是鸦片 这先锋皇帝呀 很是上瘾 经常吸食 要不他怎么面黄吸寿呢 另外呢 先锋皇帝还喜欢喝露雪 这个露雪呀 在这个粉草纲目中 确实记得 还有煮羊尾 补须 补气 止腰痛 这样的一些个 药用功能 但是 不能过量服用他 那东西能吃太多吗 但是先锋皇帝呀 他很上瘾 让这个地方官 给他进贡活路 比如这个马轮关总兵啊 每年就要给他 进贡四十头活路 供他吸食这个露雪 那么临死前 他还要露雪 我们看资料中这样记得 客机大作 另取露雪一共 仓促不可得 乃除 很上瘾 什么都上瘾 没有自制力 这就是先锋皇帝呀 身体损坏的 根本的原因 年仅三十一岁 就英年早逝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贤丰帝的荒淫无度 不仅毁了自己的身体 也让他成为改写大清证据的罪魁祸首 请继续收看 清十二帝后宫一案之 贤丰帝后非干政之谜 贤丰帝临终时颁布诏书 让肃顺等八位顾名大臣 与慈安慈禧联合执政 辅佐小皇帝 然而让贤丰帝意想不到的是 在他死后不久 慈安慈禧就联合一心 发动新有政变 颁倒了八大臣 最终以梁公太后垂帘听政的方式 操纵国事 彻底改变了大清王朝的政局 关于这场政变 让人疑惑的是 原本是规矩本分的皇后慈安 为何会参与其中 他为什么敢于违背贤丰的遗诏 走到政治的前台呢 那么由于他在位期间 戴政荒政又荒诞不及 就给他的后宫 给他的后妃 给他的子女 甚至于他的朝廷 他的国家 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第一 皇后当家 这是一个影响 这个皇后啊 就是慈安 慈安 纽胡鹿氏 比先锋帝呢 小六岁 他先锋二年 被封为中宫皇后 那么慈安本来是一规矩本分之人 按理说 他不能够干预朝政 可是由于先锋皇帝 他戴政荒政 他不务正业呀 所以慈安 走上前台 这都管 就成为一个大当家的 朝里朝外 都要管 都管什么呢 一是管皇帝 这个先锋皇帝不务正业的时候 他肯定要管的 所以不上朝 不见朝臣 到外面去幽宴 他都要管 这个先锋皇帝啊 有一个优点 这个皇后说话 他听 不是七管言 但是他听这个老婆的话 说了之后就听 比如有一次在成德的时候 先锋皇帝的情绪 低落呀 低迷呀 于是啊 就用毛笔呀 写了四个字 什么字呢 叫做且乐道人 我们看 圣意不乐 因语书 且乐道人四字 命张诸行殿 孝珍直不可 亲都内侍去之 他写了且乐道人 这四个字 那就是得过且过的 一个道士啊 这慈安说了 你说你作为一个皇上 那怎么能这样呢 你把这四个字挂上去 大家会怎么想你呀 会觉得这个国家都不行了呀 哎 赶紧给我摘下来 自然就管他 你看 情绪不行 低落的时候都要管 这是管皇帝 另外呢 他要管后宫 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呀 人家作为皇后 那些个后妃的升迁 职称的升迁 生活的好坏 吃喝拉撒 都要管 尤其要管那些个 不规矩 不本分的妃嫔 不能够蛊惑皇上 干坏事 这不行 比如这里面呢 一部资料里面 史书里面就讲过 蓝贵人的一个故事 这蓝贵人就是 后来的慈禧呀 先锋皇帝 很喜欢这蓝贵人 这跟蓝贵人 两个人之间 日日夜夜都在一起 都不上朝了 这个事啊 传到这个慈安 这个耳朵里面去了 这皇后要管呢 那怎么不上朝了 这个慈安呢 就到在蓝贵人的寝宫外面 当时先锋皇帝 和蓝贵人啊 正在里面呢 以慈安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把祖训 顶在头顶 大声念 先锋皇帝一听 这皇后拿出了杀手锏 赶紧说好不好 我这就去上朝 就出来了 就去了 就这么样一个故事 记载下来 那么慈安 不仅管皇帝 管后宫 还要管朝政 有好多人说 慈安对政治不感兴趣 说是一个老实厚道之人 这件事啊 要以事实说话 其实 慈安呢 他不仅对政治感兴趣 而且是很感兴趣 那么先锋皇帝一去世 这个在清朝的宫廷里面 发动了一个文明中外的 震惊朝野的一个大事变 那就是新有政变 那么这个政变的发生 如果没有慈安的支持 但是慈安的策划 和他的谋划 是很成功的 我们看资料中这样记得 太后与慈禧太后 俯聚刚而语 既义胜密 于是积礼速顺 这个很符合实际啊 这个当时 慈安和慈禧 两个人之间 密谋过多次 多次在一起商量 密谋 想一些的后果 如果这不成怎么办呢 所以多次密谋 最终啊 内外联合 那么慈安和慈禧 联合公秦王一新 发动了一场政变 如果没有慈安的拍板 慈安的决策 那是不能够成功的 因为名分攸关了 人家慈安 是东宫太后 是正牌皇后 这样一个名分 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跨越 那么慈禧想干什么 必须请示慈安 所以直到后来 出现清政 一些大事 小情 慈禧要想决策 要想办这个事情 必须疏通慈安 请他来拍板 来决定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她是从大清门 抬进来的大清皇后 为什么却被逼自尽 她是同志帝 最爱的结发妻子 为什么却难见龙眼 七十二帝后宫一案之 同志帝名存实亡的后宫 由于咸丰帝不顾雷弱的身体 整日沉迷酒色 已使他的子嗣数量骤减 祖父嘉庆帝十四位子女 父亲道光帝十九位子女 而咸丰帝仅有三位子女 除了一位公主 和一位早妖的皇子之外 在咸丰帝临终时 只有六岁的宰纯 能够继承皇位 这也就为宰纯的生母 慈禧后来的垂帘听政 创造了条件 不仅如此 由于咸丰帝荒废政务 还为慈禧干预政事 提供了机会 让慈禧从一位后宫的妃子 最终成为掌控大清政权 近半个世纪的女人 那么由于她在位期间 戴政荒政产生了 第二个影响 是贵妃干政 这贵妃就是姨贵妃 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我们说这个慈禧敢于干政 先锋皇帝还活着 他怎么能干政呢 难道他不怕先锋皇帝吗 我告诉大家 他不仅怕先锋皇帝 而且是很怕他 因为先锋皇帝 他是一位十全天子 那么皇帝千刚独断 一个妃嫔 怎么敢于干政呢 所以啊 慈禧非常怕 他的丈夫先锋皇帝 那么直到先锋皇帝 去世后多年 慈禧已经拥有权力 成为高高在上的太后 那么每当先锋皇帝继臣呢 还有虔诚的规矩的 跪在他的面前 我们看 孝禧跪于文宗神座前 哭泣两久 这样记录很多呀 每当那个先锋皇帝 继承这一天 慈禧呀 都要跪在他的神牌前 哭泣两久 那么他怎么能够干政呢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先锋皇帝惯着他 先锋皇帝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果不给他 他做不到 那么宜贵肥干政 通两个方面 一个是看奏折 说这个先锋皇帝在世的时候 当时国事糜烂 内忧外患 地方奏折啊 像雪片一样飞入宫中 太多了 军事的 政治的 人事的 好多好多奏折 先锋皇帝这很烦气呀 这么多奏折 他不想看呢 都是什么东西呀 堆积如山 他不想看 有人想看呢 他的贵妃 一贵妃 在那盯着呢 他想看 那么先锋说 你给分分类吧 这个一类类的分清了 这时候这贵妃 那简直是 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看 资料中这样记载他 我十八岁入宫 文宗显皇帝在宫内办事时 必敬谨事利 不敢庞愧 一无所小 后来君物空总 折见即凡 文宗常令清俭方式 略知分类 开始的时候 就是给这个斗折分类 一类类分清楚 但是在分类的过程之中 这个慈禧 得到了锻炼 开阔了视野 阅历增加了 那么他有的时候 还会偷偷的 看着皇帝 批奏折的办法 怎么批啊 怎么写文件呢 得到了历练 那么这种锻炼 对他来讲 是弥足珍贵的 后来 他这个依族太后 他二十几岁 二十七岁 就能够批阅奏章 就能够处理国事 政事 那和这一时期 他分类奏折 这种历练 这种阅历 是很难分开的 那么第二 就是与速顺争权 这速春是先锋皇帝的权臣呢 那么权臣和贵妃之间 因此而产生了矛盾 这个比如先锋十年八月 英法联军打进天津 当时先锋皇帝啊 抱头痛哭 毫无办法 这慈禧说了 说你哭管什么用啊 赶紧把宫秦王叫来啊 他点得多的呢 这一心就来了 一心一来 他和这个速春之间 正见不合 一个主战 一个主和 争执不下 这个速春就 想来想去啊 就怪这个姨贵妃 都怨他 他怎么能让一心来呢 所以 速春和慈禧之间 他的矛盾呢 在逐步升级 那么慈禧 也就由此决定 将来啊 一定要把这个速春 这个全臣清除掉 所以在这些个角逐过程之中 这个姨贵妃慈禧啊 他的政治阅历 政治手段 政治谋略 逐步成熟起来 得到了锻炼 那所有这一切 不都是由于先锋皇帝 惯着他吗 说如果你是一个 非常勤政的皇帝 要贵妃分类干嘛 为什么他敢遇到前朝 和全臣争治呢 都是先锋皇帝 给他的机会 给他的这样一个契机 第三 他非常懦弱 留下了慈禧 其实啊 先锋皇帝 还在世的时候啊 由于姨贵妃 慈禧 他过分 对于权力的热衷 已经很意外他了 对他也有一些看法 我们看资料中 这样记载 文宗 尽知之 见乎其为人 他太感兴趣了 太热情了 太热衷了 所以啊 先锋皇帝啊 对他是有看法的 那么宿俊 紧紧抓住这一契机 给先锋皇帝啊 出了点主意 第一 把他打入冷宫 第二呢 杀了他 除掉这个女人 但是先锋皇帝 他很懦弱呀 他在想什么呢 他说这可不行 那么我去世了 我再把这个啊 贵妃杀掉 那我这六岁的儿子 就称孤儿了 没有父母 这孩子可怎么活呀 懦弱无能 留下了姨贵妃 也就留下了后患 改写了清朝后来的历史 那我们这里总结一下 先锋皇帝 由于他慌政带政 才使得他两个女人 慈安和慈禧 涉足政治 走上前台 那么同时 由于他荒诞无稽 他唯一的儿子 宰纯继承了地位 他的母亲呢 慈禧太后 真正的拥有了权力 成为垂帘挺正的太后 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那么同志皇帝 他的后宫 在他强势的母后 慈禧太后的卵意之下 又会是怎样的状态 下来 下来